今天又見到霍小姐了 次官和霍小姐,這個Amanda 今天又會很精彩,去上次的題目 上次講到半天調,意由未盡 想聽港式婚禮,新娘到現在香港的新娘子有什麼心態 不要只說港女 已經進展了,有人要了 階段勝利 次官,有什麼要發問? 因為我住在那裏經常見到很多新娘出人 新娘有腦有亂,每個年紀都有 不要緊,都是新,不管第幾次都叫新 那天是新的,我們當然要恭喜她 我看到她以前的婚禮,看電影都有 一定要害羞,一定要假裝害羞 現在是堅持,不用害羞來形容 她都是專程害羞 因為有些人用舊禮,用東西遮蓋面 有原因是西方用沙遮蓋面 有原因是怕鬼,看到它漂亮,就搶了它 中國人遮蓋面,有一點不是西方的 但一種覺得是怕醜 女生十三四歲要嫁,不怕醜 還有前面要做一大輪戲 包括那晚上頭,那晚有很多事情做 然後要哭,整晚要哭 哭就好像沒有問 現在沒有的,要捨不得媽媽,捨不得家 那看見單會哭就真的 那張單不關事的 之後再哭得更厲害 之前那晚應該已經說了 但老公好,就應該不會哭 老公你不是哭 說失娘子嗎 但現在我看到,現在各款的新娘都有 不是以前這樣,是單純的 因為你經常要看到這些場合 又跟別人做management 又做私儀,見識廣播 我一輩子都是見過三四次新娘 不是這樣經常見到的 你見到多少個新娘 我不數了 我比較八卦 我比較八卦 我跟我老婆新娘都沒見過 你也沒見過 看不太清楚 很忙,就已經在房間裡 沒有印象 等一下再說 我當時做新娘的時候 早上睡覺 到晚上那時結束 結束了,我已經嫁了 太忙了 很多程序要離開 很多人,很多事情發生 很多危機 又要維繫自己 讓別人覺得是好媳婦 很忙的 這就是香港女生結婚的心態 我們看看 事隔四十幾年,五十年 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改變 進步不夠膽說 但改變實有 第一件事是不會哭 沒有哭的 我當時也不會特別哭 我覺得哭是來自於原先 真實地應該有感情 應該是來自於不捨得 但因為可能人進步了 可能跟家人的關係沒有那麼近 變了哭可能要做給別人看 即是哭桑一樣 要買一班人來哭桑的情況 變了這個就沒有 但你說矜持那件事 香港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假裝也有吧 顧一下觀眾的感受 你要記住 剛才說的是西方 那個就是儀式需要 但你出門是不會套 那個紅色的紅布 一來你不會想套 其實有些已經是被肉吃女 經過什麼詞 可能他會追求男生回來 變成他又不需要 而且有時候子母 現在是男女平等 相對男女平等 但如果女生還沒有男朋友 都會比較進取 所以這年代會比較少 即是想說哭桑的問題 以前真的要嫁出去 就潑出去的水 現在不是的 反而是兒子娶了老婆 沒有了兒子 女兒嫁了人 當了半個兒子 畫生女好一點 畫生女會顧家多一點 這就是農業社會 跟農業社會最大的分別 因為近時一結婚 就嫁在另一條村 近人性的 真的很遠水路 可能隔一條河 可能隔十幾里路 將來是一個困難 現在見到後 就不捨得依識別 有一次我見過一個 哭得比死老爸更慘 是香港還是外地 香港 這是1950年 哭得真是天崩地烈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場面 我是在啟德基場見的 這個小姐 我想都是不夠二十歲 嫁去外埠 是啊 怪不得了 就是劍山 那時候 劍山 劍山 真是哭得不得了 這個全家人 疏彤老表都去過了 這個新娘 那時候 我替她辛苦 不是替她哭 生離死別 這是第二件事 最慘的是 物理上 physical 慘 為什麼呢 因為她 滿身都掛了所有金器 有多少 有多少 現在也有的 內地也有 現在內地那些就是 絕情 abnormal 那時候 在五十幾年 滿城盡大黃金革命 我想起碼兩三對龍鳳鴨 但那時候是真金人 實心的 重一點 戒指那些 戴滿十積的 頸鏈、耳環都戴到沒有定劑 因為她準備上飛機 戴著上飛機嗎 是上飛機 戴上飛機 但你不怕人搶飛機 她又不怕 在機場識別 你知道當年 譬如在美國 不要坐船 坐飛機 就很大件事 很大件事 例如去西岸 拍者 現在十四小時 或者十五小時 是雙倍 對 那時候是很慢的 慢慢停四個站 可能她上飛機 就脫掉了 但沒有人陪價 因為飛機別派 因為飛機別派 真的要來回 尖身阿伯 有錢就過來迎娶 尖身阿伯 沒有錢 你就自己上飛機 自己上飛機 自己去到 就是你自己打來接 就是這樣 但也很辛苦 為甚麼呢 我替她辛苦 就是她帶著這麼多東西上飛機 她怎樣去廁所呢 我想不到 即是沒有妹仔 有沒有半輩 沒有 她可能上飛機後 脫掉了品牌 但也很辛苦 她穿上飛機 要考驗兇者的服務水平 那時比較好 穿上飛機 那時服務好一點 那件是金絲 金絲 金絲也挺重的 對 穿上飛機也挺重的 我猜她真的哭 那些年代是鞋 金絲 金絲 還有問題是 她去完劍山 沒有法子 可能在十年之內 或二十年之內 就回不了 生離 雖然四五十歲 但那時候很短命的 六十多歲 拜拜 可能永遠見不到父母 當是早的死別 當是死別 所以哭到Renive 那時候沒有想像的世界變得那麼快 過了十多二十年 坐飛機當作坐車 現在就是他的子孫好 當年在啟德機場 每天都上演這些 每天都上演 每天都可以訪問到航空界的朋友 我是機場那個 你有沒有見過 因為我去啟德機場還是年輕人 沒有見到那麼多大場面 九七後已經沒有這些歌唱的 像Amanda說的 肉食女多 現在就沒有了這樣的場面 另外一種場面是輕人 就是結婚的時候 例如以前去梁家接媳婦 有一輛車 無端白雪都綁到七彩 就是綁著米奇老鼠女 當時是大紅花球的 正經一點 這家就是米奇老鼠 什麼東西都綁上去的 Hello Kitty 像是一對的 賤孔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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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魚就可以了 我覺得一對就可以了 沒問題的 兩個人的事可 又是一對 他們是你感受的 自己結婚而已 好了 騎老鼠 青BB的動作 有很多的 有的 賤孔在那裡 放在車樓上 怕死亡 可能是新娘最喜歡的 你很難說的 沒問題 新娘說的事 這些叫做過人化的 那時候沒有那麼誇張 像我所說的 大Benz 四四方方 現在我在酒店門口 看見不是大Benz 反而是大Benz 即是要營隔 營隔 那些 四輪車 哇 新娘上不到車 為什麼呢 高啊 要抱上去 未動房 要抱新娘 那個不到你抱 因為呢 駕車來接 你是接新娘去到那邊 那邊就接好下來 這條上的辛苦 新娘已經穿球鞋了 一次多就上了 以前的腳就很辛苦了 我做過這個位置 我沒做過這個位置 但我做過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就是柱南 有一個柱南 就先坐了那個吉腳 去到那個女家那裏 即是載了一個童子過去 你不是有空腳去嗎 那去到呢 柱南下來了 新娘就上了腳 抬回去 大錦姐什麼叫上腳 那你就被運用完之後就怎樣 有為是收的 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這個槍 這個身份呢 就是因為呢 他在酒店結婚 大家就知道我講的聽了 那時候我只有23歲之前 那我就跟那個新娘和新娘的老爸老母說 他說你來到酒店開一間房子 就認親了 這種床呢 一定要找一個柱南睡過 都重要 要等於 就是宇驕 就是宇驕 宇驕 你睡過後就睡了一晚 不是 進去 趁個轉 就是靠個轉 對 總之 躺躺他 總之屁股 躺躺他 找到全班都沒有 多慘 全部那些 正宿而已 大家都很煩 大家不敢自賤 不敢認 不敢自賤 那些兄弟 怕魚不認而已 還有一個 很難驗身的 就是那個阿伯就說 那阿刺哥你 你就老實一點 我說 收一封禮事仔 收一封禮事仔 當然了 這樣也不收一封禮就不行 上那張床嗨嗨 落回來 做過一次這樣的角色 終於這對夫婦都生了一個兒子一個女兒 現在都很大腳 這個儀式現在還會維持嗎 其實是少的 頂多可能找個年輕人 可能找個成年人 因為想生兒子 抓個花仔上去打個轉 花仔也不擔保 花仔 花仔而已 花仔怎麼擔保 花仔而已 都是問的 不是叛妄 叛妄我就不敢包 尊重 老人家或長輩或大家庭 很多時候他們可能都需要做足 就做足 真的有很多繁民慾哲 很多繁民慾哲 其實是 但是有一些 到處我都聽了一些 現在年輕一點 有些是想做回頭 覺得 好可愛呀 回禮 好可愛呀 你都當得意 就不當辛苦了 不當辛苦 而且現在很簡化而已 什麼狐禮那些禮物呢 包羅萬有利是就有了 是嗎 印出來的 怎麼叫包羅萬有利是 我沒有 他又不知道有間尺 還是衣服 什麼 什麼意思呢 他有意思 我忘記了 但是他總之 以前的嫁妝是有包針紙 做衣服的那些 有的 有的 你鑒尺 你量尺度衣服的 不是現在我們的英尺 不是打手板那一隻 做衣服的 一塊木的 但問題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還有比較多東西拿 一封利是叫包羅萬有利是 內容都不寫,只是寫四個字 包羅萬有利是 有寫四個字,包羅萬有利是 後面半個字寫著,三個字 我講的 但是有些簡化 鬼佬是有寫四個字寫的 不是寫四個字寫的 寫四個字寫的是給新人 那是過大禮用的 過大禮都弄一份 所以很健康 又想有個程序 有時候獎母覺得吉利 也不想離婚,先做好 現在有很多人喜歡 拍攝相機吃先 你沒有了那個彈 沒有了那個彈 但是你不會給別人 所以可以選擇 以你這個概念 因為有大監護是 他真的有了整壇 以前那六個規矩 最初是文麗、諾文定 那些全部都沒有了 太文就就了 沒有人認識的 又好像那隻包羅萬有 他很簡單 你說接新娘 可能住在同一個酒店 每個人都走出去 找個地方繞一個圈 那是意思 真是簡化 一來可能知道傳統的人不多 二來可能成本又高 三來又浪費時間 一來都做了 是時間最拿命 你現在嘗試在旁邊 訂一個時間階段 拿酒店位 跳樓都不行 可能做一年多 一年,不是年多 起碼一年 有些比較旺的日子 或者比較漂亮的酒店 可能是一年多兩年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酒店都已經夠誇張 現在酒樓都預約一年 有個客人 結果他不打算上市 題外話說完 名字我不說 結果他不打算上市 太好找了 他開酒樓 他開酒樓 他的酒樓是連熟問題 他那個主打 就是專門搞 沒錯 間奏都可以搞 專門搞婚宴 即是他吃了酒店的派 以及漂亮的裝飾 為何有錢到不用上市 收訂金一年前收 收了訂金 即是那個男女幫 你訂酒席 一年前要下訂現金 現兜兜 然後你不來 就是殺你訂你的事 那期是他自己的 問題是他收了訂金 基本上已經回本了 你來的話就賺 不來就沒事 賺完職 職就賺肯你的了 所以這個是大為氣候 大為氣候也是這樣 那是土地問題 不是大為氣候 其實你問我 有這種人 基本上有這種禮 走不掉 香港這麼密集 幾百萬人 而居然沒有這種地方 外國你不會覺得這樣 隨便找一個沙灘 一來輕鬆一點 去教堂 什麼都可以 很多地方都不能走 還有慣了下來 又要面子 又要禮節 儀式多 儀式多 還有親友又多 期望又高 A Friend又在酒店 你沒理由不放在酒店 嘩 有些這樣比較 酒樓是因為我知道 近來是很漂亮的裝修 它起得很漂亮 酒店的質素 又有一個Catwalk台 又走上來 有一個電動舞台 有一個電動舞台 升起 新人走出來 接受嘉賓祝福 像電視台一樣 有一個南瓜車 凌空電動舞台 嘩 不是呀 所以是這麼好賺 射燈射了背景 有錢到免得上市 因為這樣的人覺得 真是沒試過 你不是每個人都做藝術 可以走劇 可以滿足到新娘之外 新娘的要求 那你做婚禮管理 或私義 是要跟他準備好這些東西 一年前要做完 那又不是我幸好 因為如果是婚禮管理 很多時候會早些去計劃 我覺得我沒有這個心機時間之餘 其實都很花心機 而且很多時候要心理輔導 都要做 心理輔導 為什麼心理輔導 我當你是MC MC 我明天結婚了 我睡覺 我不知道怎麼辦 半夜11點打你 那個女生 新娘子 為什麼兩女生這麼想說話 要的 潮流 就撿回事官說先前那句 新娘子都會哭 什麼時候哭呢 就是自謝的時候 自謝的時候 上台 捉走自謝的時候 多謝 多謝那個時候 新娘真的會說我哭 新娘子都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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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正常一句是不關我的事 但她想不到找誰去找我 你主持大局 MC 她那個人 應該是由心說給她自己的親友 她想她的感覺是什麼 沒有什麼人寫給她 但這個問題是 很多人 她不是很緊張的 她的能力 她有心 每個人都會說 一說就哭 即是她說不到 我試過新娘子想說 準備了 但那天哭到說不到 然後叫我代她說 即是拍完之後 開飯 新娘子就 代她洞房行不行 當然不行 我也沒有興趣 配音 當然是她說的 她由心說出來 這些位置 你可以介紹我 我呢 有個特別的嘉賓 我和她寫完 你想怎樣寫完 他們不能太多 會不到 教了怎樣說 那你就收費若干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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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味比較重 是嗎? 她除了是自己一圍的朋友 三、四十圍都是父母的朋友 現在是圈子問題 市官可能以前人情味比較重 是真的 親戚朋友才來喝 現在 基本上 不要說是雙母 圈子是寬很多 所以除了親戚朋友以外 其他那些 同學 同學 都肯定會入 都入 都入 但很大部分 尤其是她工作背景是 做生意的 或是商會的 或是父母也有頭一臉 其實可能新人裏 佔了5%是自己的朋友 全部都不認識 95%是不認識的 可以不認識 那些人來做甚麼呢? 因為關係 例如我給我這副帽子 你嫁女兒都不請我來 很不給面子 你是我商會的主席 給面子啊 蕭翁 這樣不可以 你身體的時候給面子 這樣就會出現 所以我試過有個 speech 我很深印象 她說真的應該很有由心而發 但那個 speech 跟她平時當會長說的 speech 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官腔到不得了 很統一的風格 沒有辦法 林鄭那個寫家跟她上 不肯定 但她的樣子也是很官腔的 最終是 她的女生也是官腔的 新郎是官腔的 不是 新郎都說了 因為那個部分 是比較多她們的會員 新娘是不能說的嗎 有時候她可能 不需要表達她自己的真性情 不是說的 但不一定是兩邊說的 是看風格的 是看風格的 還有你想不想那天 讓全世界的親友知道 你有多尊重你父母 那天都沒有什麼親友 通常如果親友多 或者是很重要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要的 現在的變化就是 以前的確的禮節是家族的事 現在就不只是禮節這麼簡單 還有社會關係 放上Facebook也有機會 有很多的 這件事 Amanda沒有說錯 以前你只是看著臉 其實是不是拍照 但現在上Facebook 你全世界看到的 我會去這些飲宴 除非很熟 這個老友嫁女 或者是娶媳婦 非去不可 不去的話 就嫁幾年老友證 不行了 嫁幾年老友證 一定可以了 這樣我就會去 為什麼呢 我會討厭幾件事 第一 我很討厭之前有個Show 多數是Slide Show 然後就由嬰兒脫衣服洗澡 現在洗澡 他又不拍給你看 他拍嬰兒洗澡 我看鬼你嗎 嬰兒洗澡 那是另外晚上深宵的版本 然後就說 拍拖經過 洗鬼之理 這是Standardless Package 你問他幾十次多 這是商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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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商業產品這麼簡單 我告訴你這個苦衝 是什麼家科 你是苦衝人嗎 不是我的苦衝人 我說的是大家的兄弟 新娘 現在吃肉吃新娘很長命 要洗底 要重新建構歷史 重新建構歷史出來 這是絕對的 這對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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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選了 應該公開給其他人 有個美好印象 是同一時間看的部分 那你為什麼會討厭 因為現在等到九點鐘 基本正常開放 正常開放 你不吃完雲吞麵 你就準備餓了 真的 你要同情現代男女 現在比較要多時間洗底 我了解兄弟的感受 然後上去 搞這壇東西 就搞你半小時 起碼 這壇東西未完 燒豬都未燒好 燒好就等 哎呀死呀 燒豬就要趁熱 叫大紅燒豬 不怕 科技先進 現在是個漂亮的焗爐 以前真的不行 連開你幾十圍 那你弄了幾隻 還有 通常地方如果夠大是有的 有的嗎 還有 就是你的 豬眼電池都用光了 那就不會斬了 豬眼用電池 科技先進 現在是AED 現在科技先進 不用擔心 時間容易控制 我還有很多事要問 不過我要下去接人 現在是郊遊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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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著這個flow 問霍姑娘 好 問專家 雖然她又結婚一次 是 乖的版本 很簡單 不是很複雜 她不用想洗底 那些事 那些事是經工 我見過 主持這些局面的經工 主持比較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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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這些 她會有味道更多 很多 很多 Manda 到時會敲問我 另一個很不懂 此外不是主持大的行為 哈 我可以的 我都可以的 你做我都挺好的 得連洗底 也跟大家介紹 大家明白為什麼做一個show 不是只做氣氛 因為對一般外人來說 他看到的畫面是比較單純、舒服、只能只有一個人 所以他成功令其他不知的人只想只有一個人 有些比較臭串的,就是兩台X 通常不會在這些情況出現 我也明白的,你也好 很多人,是兄弟的難處 問題就是現在這些位數不是沒有的,是有的 身量要求高一點,如果沒有記錯,要有交代 男士最重要是拿你回來就可以了 男士不在目標為本 除非他對家庭的關懷程度高一點 希望自己家人會開心一點 有些男家家人仍然有食不不化 那就要做,所以才有生意做 這些專家要兩頭安排,要摸清楚雙方的期望 要小心 其實到最後我經常說一句,其實婚禮你要搞清楚 究竟是你對新人自己高興 還是要兩家家族高興 所以了解之後,如果需要兩家家族高興 有些事情對新人自己都要妥協 而且你都不想往後人生裏面 這麼多不開心的事情發生 或者被人說了一輩子 寧願做多了,就好過不做 剛才志古所說的,我們支持的位置 我經常都要推薦一些年輕的新人 我說你多謝父母 反過來,我逆向思維 我不是整個流程都想過 作為一對新人 不是幫我自己問,記住 不是幫我自己問 作為一對新人,反過來想 哪些環節是不給心機不行的 反過來想,其他那些 萬事如意四個字搞定那隻 包羅萬人就搞定那隻 我那晚會更加清楚 首先有一句問題 歸根究底,沒有東西是不可以的 起碼的規念就是,如果一對新人 我都說我以前有朋友 他父母是一顆糖 結婚了,都可以的 你喜歡,都可以的 但要摸清楚 必不可笑 除了他們自己之外 對父母要什麼 如果父母是多的 有商會,有同事 他們要求會更高 規格要更正常 體現一點 但又不是 兩個外國回來香港 怎樣都可以 對,或是某位朋友 原來他媽媽是菲律賓離香港的朋友 可能沒有一個跟進去 基本上是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是你不要煩到他 他不要煩到你 你不要收到他的錢 那天有高興 就行了 其實相對的很看人 但如果純粹是關於孝順 例子上 剛才說的部分 我覺得多謝父母的部分 你做了就沒事 通常催淚之餘 即是致謝詞一定要 而且知謝詞 不是多謝兄弟姊妹 有些只是記得多謝兄弟姊妹 不記得多謝父母 我問你想清楚 父母是主角 對,其實你多謝賓客是 他來到這個婚禮 甚至有人覺得 多謝你們賣帳 有些人這樣想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最尾最尾 你真的要多謝父母 你想想想 難得有機會 跟全世界所有認識的人 去表達那種 即是演講那一刻 他們走不掉 對,所以 那天晚上都會很厲害 對,甚至晚上我都會哭 我都會說不出來 對 有些人最喜歡看的 就是傻傻傻傻 或者哭到爆炸 觀眾上看 攝影師喜歡這些 甚至乎 通常這些男士 很厲害 我有些朋友很健碩 兩月沒事 哭得最厲害 反而新娘自己很冷靜 反差是蠻好笑的 我只是戴下紙巾 男士是說不到女士 也有的 這件事提醒各位男士 真的 不要經驗之探 以演講的經驗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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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沒有準備 很多男士 那一套馬有失題 為什麼呢 他平時很習慣 以為沒有事 我一定能處理 開個大會議 幾百個人來講 這個主題都可以 瞇你兩小時 都不用看稿 但原來那天晚上 要你講真情流露 那四個字 那你就是PK 而且最重要是 控制不了 如果真的跟父母關係 close 還有經歷過一些事情 你真的忍不住 所以就是一定要練 要練習 即是有練習 你才好講 有人寫稿 要有心理準備 這個很重要 還有那個一定要是真正的說話 你剛才寫稿 為什麼我會一半半同意 因為寫稿 有些人不是自己心裡的說話 其實就沒有了感情 或者是齋背 其實我們又很壞 我很喜歡看到他哭 那一刻 有陰謀 是的 還有攝影師最喜歡 而且你的禮拜 跟一般的禮拜不同 其實感情很充足 首先除了對你另一半的感情之外 通常對父母當然是有些養育的人 就來 哭就看遲了 就不是出門那一刻 是在那一晚 我知道有些人對著別人的媽媽說 多謝你開恩 多謝你生這麼漂亮的女兒給我 那些 或者是很包容 或者是好笑的 有時有時的父母都會上去講 speech 那些父母都說 有很好笑的 老爺奶奶都說 不,是似乎 看看誰的勢力比較大 那些官方就是這樣 官方就是這樣 很危險 官式就是這樣 不合口供的那一句 如果上去有兩類 一類就是因為多親友 那些親友是自己人 那些親友是自己人 他自己擔任 所以他一定要上去多謝 老爺奶奶 或者他有些體面的親友 或者公司的生意 那些他一定不會錯 你放心 那些他會很有體面 體面還體面 但是真情流露多 那些通常真情流露多 那些是有限的 這個是Type 1 不是酷一點 而是比較理性 和他想說話要說話 你明白 那些人通常 那些心理壓力很大 這個就會少一點 但都一定要有稿 我也試過有個婆婆 要上去講話 上去之前 那份稿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們全場 不停地找 所以要搞他所有的事情 他去處理 令到找一份稿 先上去講 都試過 但沒有後備稿 沒有啊 手機都沒有避免到 那個年代沒有 沒有用手機 還有高科技老人家 用手機 另外一種 真真正正的感情 我試過有個父母 在台上說 真的很感動 送女兒走 好像賣那些廣告 鑽石廣告 送女兒教人 最棒的是 他在台上唱他 暗他 睡覺的歌 真的像小寶寶 整場是很悶的 其實他不覺得整件事 是很悶的 很悶的 不得了 這個是真真正正的 以後會不會多一點 環節安排 老爺婆婆 上台 令到氣氛 更容易過 危險程度比新人說話更高 第一件事 長輩不是每個人都說話那麼厲害 第二件事 你真的要跟女兒從小到大 要唱那隻小寶寶 才行 你不可以假的 是不是 你新的事情 可能有時候長輩 女兒是近一點的 近一點的 還有有一些 我也遇過一些 爹地媽媽 他們的說話技巧 未必去到這麼大體 在台上 女兒 嫁過去了 不要太大洗 你明白嗎 都是真情流浪 有時候的事情 我救不到他 還有很明顯的性格 有些部分的危險程度 還有比新人更厲害 但不是攝影師特別喜歡這些嗎 他可能喜歡 但我不喜歡 很明顯 因為我有危險 即是拿不到太太 還有其他古靈珍貴的事情 但問心的幸好真的少 所以說晚宴來計 日後的小蝦 晚宴來計 最大的風險 就是自謝的事情 自謝是因為他們有咪 前面的沒有咪 即是你孖村進來 然後你又赤蛋糕 合金膠杯 那些事情沒有什麼事出 沒有什麼事出 因為說話 我的邏輯正對 逆向思維的重點 就是那晚的 speech 或者有些可能用那個 speech 然後有些可能是現在流行的 搞一些特備節目 那些出不了什麼事 看看怎麼看 事不會影響到他們兩個關係 因為他們沒有想 但他們沒有理會觀眾的感受 那些是題外話 即是有些是 我要唱歌給新郎人聽 即是不要說給錢入場看表演 你做了人情 那些都是看你們兩個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 新郎歌很認真 很有心機 他準備了兩首歌 送給他人生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 都不要緊 第一首歌是唱 我也很奇怪 為什麼有兩個女人 一個媽媽一個老婆 第一首歌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這首歌大家都比較熟悉 他唱了四五句 不是唱給媽媽聽 不是 他唱了四五句 我們才知道這首歌是原來這樣唱的 他沒有一個音是準的 真情流勞 我們很包容 只不過我們都猜了很久 這是什麼 他唱什麼 另外一首歌 他唱《老鼠愛大米》 這首歌沒有那麼深入民心 也很熟悉 但前面沒有那麼熟悉 通常的chorus 你在什麼年紀 他給他老婆 你明白嗎 即是他兩個喜歡 一路人家神不知道 不知道也不要緊 但問題是我們唱到chorus 才知道是什麼歌 整件事是 我們的汗都滴了 但又要裝得 要裝古歌仔 我猜到你唱什麼歌 你給我兩面 我想想想 因為永遠做到那些 他不是最擅長的 那天才做的 那些是最感動的 但他沒有理會觀眾的感受 但他自己兩個人在發揮 我明白 所以這個都可以接受 但是不是出事 出不了什麼事 視乎你 那些賓客是什麼 大家當作玩都沒有所謂 對 不要影響關係 你跳騎馬舞 明明老鼠愛大 你跳騎馬舞 我說不行的 跳舞一定很興奮 有些是他們很認真 找人排的 有些都排完之後 都是跳得一般的 有些很認真 最誇張的朋友 就是在紐約飛到Jazz Band 香港表演 那些人一定不會出事 這是錢對齊 不會不會 很浪漫的一件事 他們兩個第一次相識 就在那個地方 聽那些樂隊伍 那些樂隊伍 那些樂隊伍玩得很開心 他們玩得很開心 不是錢的問題 真的 真的很有心 怎樣說 我真的覺得這些表演 事實上 其實本身的目的是好的 都是相比我難忘 但是我覺得久了之後 很多時候會過於形式化 就變成好像下落 你過份就自己想怎樣玩 不是這個問題 而是我要做給別人看 我又做 這樣就很不正常 但是問題一樣 你去酒店 我沒理由不去酒店 一樣 說分兩條說 你已經說過那些話 我真的覺得 這是因為跟你的家庭關係 朋友關係 禮貌上 你那個短片 就因為洗底 你又不行 要預先製作 但你玩的時候 你玩的時候 應該是帶到大家 亂歡 其實通常都不能亂歡 是看的 也是 他有新娘子比 例如我最近有一個比較新的 朋友 都可以玩 其實現在通常中high end 就不玩遊戲 不玩遊戲 不玩遊戲 一來出事 其實挺好玩 規模太大 難道玩抽獎 抽獎是給什麼 你看看這張椅子 有什麼號碼 說真的 這不是每天的 你要玩這些 每天都有 反而是 玩遊戲 如果是很特色的 新人是喜歡的 例如我剛才有一個 新娘子 是故意學了 即場做沙畫 即場畫 即場畫 即場是即場的 即場的 他有藝術底 不過他不是玩這家的 故意學的 有好看 最重要是有質感 新郎哥是很感動 即他沒有想過他會為他做這件事 但他會顧存奔客感受 因為是漂亮的 這麼有心思 通常我聽到的故事 要新郎秘密去練歌 有有有 練Faxphone 甚麼都有 然後那晚才出來 即場是新娘不知的 有 有兩邊都有 新郎新娘都有 但如果沒有合過 就很大件事 那不是 我們會假裝神秘 但通常是敏心的 通常只有一邊 一邊 不知為何 可能一邊是忙 一邊沒有那麼忙 就有空做這件事 其實假裝真的不知道 假裝真的不知道 因為很多時候來到我 基本上是假裝沒有 變成新娘子 就是被我們騙出去 他做這件事 但你做MC應該應該知道 我不知道是誰主持 假裝應該知道 如果不是很大件事 又不是很大件事 而是那一段時間 沒有那麼熟 我是有一次差點 我是很遲才知道 我試過一個 可能來到 真的當沒有 到我去到現場 我再跟Bilding Planet再夾 都不知道 差不多臨近 乳豬姊是否有個細節 那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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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驚喜環節 唱歌 然後送一條鏈給老婆 然後打開給我看 麥提莎這麼大的 珍珠鏈 多謝你做了幾分鐘 都會告訴我 那時候才知道 都有的 但可能是隔不及的 等如畫沙華 你沒有燈箱 沒有projector 當然要躲起來 就已經做了 反過來 如果你送一條 麥提莎這麼大的 珍珠鏈 你又沒有特寫鏡頭 你又沒有燈光 即場帶 即場帶 即場帶也是 對 但當然 大家一般人 是沒有想到這麼仔細 所以為何要早點和人交換 或者問清楚 那麼多問題 也是為了那晚的氣氛 又是一句 事官說過 以前的泥素 也是一種氣氛 但心態不同 現在所有的事 都被人走不掉 都被錄了 現在即場上Facebook 很大件事 所以整個走路 都是說 為了氣氛 也好 大家都慶祝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令人生氣氛 其實我想說 不是想 但很多人想到這麼仔細 他們覺得 沒什麼很普通 意外 這些是到着先發 但很多人的想法是這樣的 很多都是這樣 正如剛才我講的男士演講 因為平時帶男士就沒事 你沒有準備的時候 又沒有練習過 他覺得自己可以 之後就哭出來 自我感覺極度良好 也是一句 其實 通常是坑渠才會發脾 記住大家 還有問題是 大家真的沒有這樣的經驗 新人 當然不會 有大家來時 很難說 所以我認為新人是新的 新人 他真的沒有這樣的概念 他們連危機意識也沒有 對 危機意識 他覺得很普通 沒問題 這個就是傻了 你明知一世人有多次 雖然有人比較多 但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 在這種情況下 他不可以承認 你有經驗去運行這件事 對 我想這個問題是不可能 正在結婚的 很多時候很簡單 連一般的活動都少去 不同 一般的活動的心理壓力 不同樣的 對 很不同樣的 但問題是他連那種即時 我講一下即場的概念 即是射燈也沒有見過 甚至你根本都不知道 要上台 原來要上台嗎 有一次提案說 我有一次做一個上市公司的 總之是宣布上市 上市公司的主席 也不代表他懂得說話後離開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主席說話後 站在那裏 不動 然後怎樣 然後他站在那裏 看著我 那我就覺得 請他離開 當然是 我這麼大女兒 第一次見到有人說話後 不懂得離開 有 所以變成很不同樣 當時小時候不懂 你明白嗎 但問題是 當時真的沒見過 但我沒想過 說完就離開 上市公司主席也很短 別管他 所以我明白 所以說這個情況就是 Wetting 你Assume的事情 就是Assume了 但它都很簡單很細 你不是做過見過 其實你沒想過這麼仔細 所以你的Rundown 那些貓子很詳細 人家未必一定對照 有的 就會發聲 有請主席 即是就座 我常常說出口術 要介入 不是說他們不熟 而是有時候又剛好聽不到 一來 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是要很清晰指示 不然就在台上撞車 會的 所以在舞台上 就算新人多敢說普通 我們都會做足夠安全做事 你開車一定會 安全大一樣 你可以不抱 有事的時候你抱不抱一次 那一樣 為什麼要你做 因為真的有相對的危機出現 只不過是沒有人 那麼認真 或者可能也真的 可能是 處理職業的部分 在市場上 不要說不是不專業 有些是沒有那麼賞心 因為參差程度高 一來 就是Amanda說的 變化是多的 因為一般所謂商業儀式 下不下台 這可能會知道什麼 都在台下遷了 這些都是職業病 你都說下台下遷了 我做MC就不會 你不用擔心 我做MC 真的做MC 但的確是跟你社交活動 跟你商業是很不一樣的 而且的確是婚禮 始觀所說的 老式的那些 都比較標準 但現在不是 變化很大 其實大家喜歡儀式 覺得儀式是 有背後的意思 有意義 但現在人們是 開始玩很多東西出來 他玩之外 不知道背後意思 不知道背後歷史 這問題就大了 就是玩玩 有些玩過龍 出事 變成他以為要的氣氛 但其實氣氛 可能跟背後的意思 或者概念是違背 是不知道的 例如以前老人家會吵 現在嫌老人家煩 老人家就不出聲 不出聲就任由你 可能會出事 或者被人放上視頻 有時候老人家 又不是不想出聲 他不知道怎樣出聲 也是這一類 可能說完之後 又不知道你聽不聽 已經一年都回不到你一次 說完之後可能兩年都回不到你一次 很少會哀小朋友 現在都 合作 那些溝通形式 是會有些不同的 溝通形式是不同了 因為以前 你一定聽老人家說話 他講話要聽 他會這樣 你下面要聽 現在有很多都比較平等 要回到外國的平等 有時候他不知道 原來十幾十歲人 娶了老婆 他依然好像是年輕人 什麼都猛猛猛的 真是想不到 有 有 我想年紀不代表 變成你做MC辛苦 要回到外國的角色 要 還有 需要專業MC 跟你這樣講 朋友都可以做MC 其實沒有所謂 不同的玩法 通常朋友做MC 是多份親切感 還有做MC 他不介意即可 每個人都可以倒閉 而且很多時候 朋友那些講幾句 沒有什麼複雜的聞聞 即是真的叫他進來 開飯 敬酒 一是玩人去 一是再見 視乎就是風險系數的問題 當然 風險系數不高 成本又不高 你已強迫都無所謂 大家都包容 或者看不見 都沒有留心 這也是其中一個,我想香港慢慢轉變和以前很不同的地方 正正就是轉變這一下才是難搞的,以前就好像市管那個年代,所有的事情是繁民欲捷,你跟蹤就沒事的 大家心裡預算就好,有人認識的,譬如大禁者很有資歷,但貴 貴也是事事,我只是說那個predictability,即是預算會發生什麼事 現在就像你所說,在變化當中,你全身的又不是西化那麼簡單 又不行,還有一些父母是有需要的 那你一中一西,你夾在一起,變化就多到你猜不到 我想始終兩班人,新人又不熟悉,父母本身又不熟悉,其實整件事就可以很簡約 我都試過被我的朋友拉了我,針茶的時候,幫忙做大禁者,問我什麼事 我不會說那些什麼什麼,一喝完,什麼吉利說話 我不行,你知私儀和那套是兩件事 我有遞茶,但我不會說那些 那些東西都有那些專業,但有些人喜歡聽 但就是年輕人,不懂得滿足長輩的喜歡和吉利說話 他沒有請到一個專業的做,就推了我去做 你不會發明的apps,可以用手機有貓子看著 就是這樣的,其實這些網上有很多資源 其實有很多資源在上面,這些稿已經有了 資源,但你也要找人收拾 那這個就要付錢了 很多人是抱著,可能是兼著做 還有很多人說,這個好像快賺錢 或者這個好像不錯,看了面子一會就去做 所以大家一若為留下來,原來正統的是100% 再跌一點是90% 再跌一點是80% 可能20-30% 那些人就跟著20-30%不停滾 他不知道還有得再好一點 通常那些人會知道,可能是大家族 或者他們是有些歷史的 或者真的有些錢需要整壇好看 他們就會回去找一些很有資歷的人 做足,也未必100% 起碼80-90% 但現在什麼都可以上網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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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girlfriends 很好奇 對 是很恐怖的 我經常說這段表演不會因為我有經驗 嚴霸惑 所以我比較謹慎來看 就回想 有什麼環節一定要選擇 對 你整個Rundown那麼長 所有的事真的不太多 但總典對於是 原來演講會哭 演講會哭 而且有些人一定要感謝 真的,因為試過婚禮後,也有些朋友是沒有朋友的 講小句 當然講小句是一部份,另外就是之前洗完人之後,沒有拍的 完全是將你的友情考驗到極點的 所以那也是其中一部份,要小心地多謝,起碼你《冠冕堂話》說了 《冠冕真心》還是《解義》 起碼公開地,你真的一次要多謝其他人 其他部份是屬於你自己的 但那部份是跟你的家人和兄弟姐妹全部有關係 那部份做足了,相對是會比較安心 大家要搞分,留意一下 要小心一點,而且有洗底的影片 你經常想洗底 人家是想著原先的概念,令不熟悉的親友 了解一對新人的愛情故事,這是原本的概念 但當然有其他的立法,是震展對其他目的 就另計 你們兩個什麼時候認識的話 他們都會說完 但起碼看到他們兩個之前真的有出國旅行 或者他們什麼時候認識 大家會多一點資訊 有些在門口會有個照片放在這裡 像做Photo Expo 你一路走進去的時候 其實影片的重點就放在這裡 其實如果放在那些照片是身影的 不是影片當中的成長部分 兩樣東西 那些是看看你去了哪裡 去北極,南極,還是去沙漠拍照 有多棒,然後有很大的背景 是展示照片 但影片是講講過去的歷史 喜歡把朋友小的中學照片 一播出來,那些照片 那些是比較朋友的 但如果你是不熟悉的朋友 或是商務的朋友 就未必會這麼著重 通常都是放後期的照片 因為他們不會對你的小孩很有興趣 這也是其中一個 在婚禮部分 有些不同的地方 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所以在辦婚禮 或者現在參加婚禮的時間 會跟以前不同的地方 起碼我們去婚禮的時候 剛才志官都說 9點才可以吃 基本上我都是很晚才去的 明知這麼晚 例如我常來的客人 他們說想企圖8點開席 我們都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你想想香港人幾點鐘下班 又或者那些慣性是怎樣 通常沒有8點半至9點都不用置疑 起碼兩個小時的時間 一來二來 人們要拍照 拍照的大問題 你真是控制拍照的人流 哪些先哪些後 那些再做些 人不齊 你的群組就不能上台 會的 很多時候 中間沒有了表演的環節 沒有了玩遊戲環節 變成了拍照環節 就是我們將人群組合拍照 因為要簽到的潮流 你知道嗎 有這麼大的朋友 來過 以二為 過八為 其實是要的 我想覺得 婚禮現在變成了幾件事 全部正常來說 是基於那個心儀 以及真的基於好想 讓人知道我們結婚了 首先是否洗底另計 但因為時代的進步之後 這個婚禮又多了很多的意思 有洗底 有可能是被其他人知道 我嫁得多好 我老婆有多漂亮 有多厲害 或者可能我家族有怎樣 或者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 跟其他商務的朋友 有多一些聯絡等等的事情 又賦予了很多的價值 所以經常都說 婚禮是你們倆的事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譬如我試過 有對學生 他們是自己做MC都有 自己做遊戲 對 說話的兩個人 最厲害的就是他們兩個人 那當然是自己做 你不讓人家玩我 不然他就訪問我們的GAS 他整晚都自己很高興 反過來玩我 就訪問一下GAS 因為問題是 他們本業 一來就是 他們厲害的地方 就繼續做 我也試過有新娘子 例如玩遊戲式 不用我在這裡 他自己主持 厲害 就算是婚禮和玩遊戲 對 那個遊戲式是有原因的 他就說 也是浪費兄弟團 他說 其實我們有很多女生 都沒有男朋友 我幫大家 我們現在做一個最佳男士選舉 找了十個兄弟上來表演 但要不然有十優 要不然有財經界的財進 要不然會跳Tic Tac 沒有美得爆炸 表演完之後 給一些台下女士 都玩得很大 對 肯定是兄弟團很厲害 最後當然是最佳套一句 我老公是最棒的 這個小事 其實都是這樣捧他 但那十個兄弟的表演 真是很棒 純心 夾好那些 首先要知道那些男生 哪些可以 然後他會上來表演什麼 那我先夾好 那他當然知道 所以新娘子 整件事都是夾好 所以不需要我 是新娘子主持 即是雜技噴火 很糟糕 雜技噴火 那些很便宜 Tic Tac姆那個 真是不得了 即是你吃到女生 有帥哥有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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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亦都被人知道 我的朋友是這些 很見得人的 所以結婚當中 什麼形式都有 你只要 玩得很大 都要有朋友 你明白嗎 不然就知道 那些台下觀眾的感受 不然他不管 所以所有事情都無所謂 但是都要搞得通 而且你對不同的單位 要舒服 起碼那些兄弟真的可以 而且他真的有心機排 起碼都是一個好關係才會幫你做 因為我真的試過 有一次被另一個朋友欺騙了 做MCA好 玩遊戲的時候 那些兄弟會過來幫忙 那我就說 好吧 相信你 那我跟我兄弟夾 到時有 你知不知道我動 現在到玩遊戲的時間 請我們兄弟團 沒有人 那我再看兄弟團 不是 兄弟團那台 閃開了 不是 他整圍在那裡 然後怎樣拿著啤牌 看著我 你幹什麼 然後他覺得我阻礙他 在玩賭啤 你明白嗎 但是在喝的時候 還在賭啤 我想去被騙 然後我跟另外一個 即場開一個啤王大賽 他有商業的客人 我跟一個有良心的兄弟 自己很辛苦地玩 那一刻我完全感受到被騙 故意玩你的 那個環節就是玩MCA 還有什麼 假設喝酒 不關我的事 他不知道有喝酒 有維他奶 有喝水 新郎哥喝水 就讓我喝酒 整件事 即場遊戲還是玩MC 其實他又不是有心玩 因為還有一個兄弟 他都被騙 他不是被騙 他基本上沒有理過你的感受 你明白我嗎 問題是 你跟我說 你玩得的那些兄弟 那天你怎麼說 我相信 去到現場那些兄弟 拿著啤包看著我 他玩得玩你 玩得 我也是一個朋友 玩MC 千萬不要 如果MC有什麼不老禮的話 你下半場的運動會大事 但專業的MC都會保護自己 就不會亂說 但真的會有 你什麼的結婚 什麼都可以 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只不過是 真的是時代變了 但要預先計劃好 其實是的 其實是計劃好 沒得即興的 計劃完之後好不好 另一個問題 即有計劃和計劃完之後好不好 是兩件事 你有經驗的話 告訴他 但有經驗是兩類 一是家人 但家人不代表有經驗 然後有朋友 結果一次分 就叫做有經驗 要不就付錢 但要找一個專業的 婚約計劃 又要靠運氣 或者你多付錢 有幾個原因 你才有一個 善為好計劃的婚約 這個我明白 但先要條件 就是找人結婚 當然 我也知道 這個我就是想問你這個問題 找到人結婚 有時候去到最後 不一定要結婚 不是人結婚 每個伴娘 如此為兄弟著想 做賣 就算是宣傳 看人 真的 我覺得 明明都在說到最後 所有婚約 必須要做清楚 是兩個關係好 這才衍生出來 不要為了一加婚約 成為一對新人 有些真的會分開 但現代拍拖 基本上已知底運 始官那時代 可能都未見過面 但那些人對婚姻 雖然看照片 但有些人對婚姻或另一半的承諾是比較高 或者對婚姻嫁了就不會離婚 他們會維持久一點 但現在看到Facebook 過往歷史 然後婚就睡覺 拿著行李箱就離開 反過來 婚開的機會可能比次公的年代更高 另一件事 忽然輔導 另一件事 婚禮到自然之後就會有這部份 做婚禮時也有機會 千萬不要為婚禮而形成後面的理由 那些不關我的事 婚禮後就不關我的事 有可能心理陰影是婚禮搞得不開心 然後就有心理陰影 我也聽過婚禮搞得不好 MCA處理也不好 搞得新娘被婆婆怨 新娘子一屈 有話被人說 然後又不理會她 是有的 所以這件事就是 現場戲婚很重要 你才叫條件婚禮肯嫁給你 問題就是 那件事本身 你都是希望一個good start 所以這應該是人生的事 如果那一處脫掉的話 有些事得不回 比較麻煩 所以不要只洗底這麼簡單 對 當然不是 有些兄弟需要幫我試 對 這是重要的事情 好 今天的時間 又多謝Amanda 她們分享了這麼專業的意見 次官很開心地說了 這些典故 大家學了不少東西 但真的要計劃得小心 找專家來問 我不是要計劃的 不是我計劃的 因為我自己之前想清楚 你要什麼 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有專業的人可以幫你 因為太多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知道之後 你的書籍就會很棒 好的 多謝大家的時間 拜拜